。 。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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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波弱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佛金见闻得受持 佛金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大家看的经文的 《大波罗 波罗密度经》 我们看六十六页 我们倒数第五行 对 师弟子 互有菩萨摩佛萨 修行菠萝 菠萝 菠萝 密度使 安住布施 精进尽力 菠萝 密度 言尽一切智 一切相智道 以必尽空不起会舍 千令 情勇懈怠 极尽散乱心故 就是我们实践一个 菠萨摩佛萨 跟下面的三个四个五个 其实都有年代关系 其实一般的人如果 没有通晓这个经典的义理 以为说我们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对一而已 其实一对一里面含无量 所以一级无量 所以我们在行布施 行境界 里面也含安忍 比如说 你境界 行境界的 菠萝 菠萝 当中呢 它里面含什么 最少含安忍 精进 禅定 菠萝 其实都有含色 反过来呢 我们最后的菠萝 菠萝 密度 我们去实践一个菠萝 我们也含色前面的五个五度 不管是布施 境界 安忍 精进 禅定 都含色 像诸位你们现在在听课 师傅在台上讲课 我们也一样六度齐发 不可能只有一度 不可能说你们在听课 只有精进菠萝 菠萝 菠萝 密度 你们听课已经要有禅定 不然你要坐三个小时 你也坐不住 是不是有禅定 那我们呢 听课的人呢 一听也越欢喜心 那就表示他里面 你联系可以坐三个小时 有精进菠萝 菠萝 密度 那越听越欢喜 就含菠萝 菠萝 密度 因为他让我听经文法以后 我越来越理解 那我可以联系坐三个小时 而不动呢 那请问有没有安忍菠萝 菠萝 密度 有啊 那我们在这边听课大家 安分首席首规矩 请问有没有禅界菠萝 菠萝 密度 那大家呢 牺牲时间空间来听课 请问你们有没有法布施 诶 回答 有啊 是啊 法布施不是只有讲课的人才叫法布施 因意接受法的人也叫法布施 所以大家都以为说 讲课的人才叫做实践那个法布施 其实错的 听课的人愿意接法 接受这个听法的几个小时的 这个时空的运转 它也一样叫做法布施 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谁在接受 你身体的六十兆细胞都在接受法 所以一样法布施 一样的 所以 假如你会通这个波罗布施 你就懂了 你就懂了 所以它没有互相障碍 如果有互相障碍 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 这个法理的相通之处 以为它是单一的 个体没有 其实它是隆通互通的 所以才说 我们在安住布施 波罗布施 精进跟尽力 我们同时在做布施 跟精进尽力 这三个 三度 三个波罗 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庄严一切智 一切智 然後一切相智道 那一切智就是我们 跟诸位 讲解的 就是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我们都要通达它五爱 所以才叫一切智 然后呢 跟我们 我们修学这个五印皆空 十二路十八戒 都一定要记住 空只是一个 一个字眼的代表叫空 可是它里面的函色 是清净平等四个字代表 那清净平等四个字代表 在日常生活的应用 尽量不要计较 不要计较我跟我守 因为我们一计较我跟我守 我们的三毒五盖 就会冒出来了 我们就达不到下面 以必进空不起 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必进空 为什么叫必进空 这个必进空 因为空刚才跟诸位解释 它任何发生 一件事情 不管六根一到六成 或者六四所发生的当下 我们只要不动念 因为我们动念 我们一定有 有我跟我守存在 可是我们不动念 我们要解释清楚 我们不是说不动念 就变成呆呆笨笨的 变成那个白痴 不是 我们所谓不动念 是我的自解解释力很清清楚楚 我知道清楚什么 我这个修行人 没有逗入自己的 我跟我守的牵套 任何一件事情发生 绝对有对立面 因为它是延期法 神秘延期一定有对面 可是我们懂波罗波罗密多的人 不管它在布施的当中发生 精进的当中发生 我们尽力禅定的发生的当中 我们都是为了干嘛 帮自己严禁一切智一切像之道 一切像之道 我们是为了这个 所以我们会细行波罗波罗密多 并不是为了要什么 就是为了庄严一切智一切像之道 那我在实践这个布施 十二路十八界的这个当中 尽力你看喔 布施精进尽力的当中 请问你要不要靠 我们以士徒律来讲 你要不要靠你的 你的肉体 你要用你的肉体来圆满它 那所以你就想 我们的肉体是外表的肉体 可是它含色什么 五印的合合 十二路的合合 十八界六大的合合 我们的肉体光一个肉体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级无量法门 就是只有在这个肉体发生 当我们都听经文法以后 我们就会拿来级反三 有点呈现有线层面 把它广大的拿来应用的 所以在应用的当中 我们来讲说有一个主角 但是所有配角要互相配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主演里面在听课 我们到底六度要算哪一度 主演你也没有想一想 请问哪一度是主角 结果我们思维修节观以后 六个都叫主角 别对没有一个人是配角的 所以你想如果只有一个是主角 那五个配角一定会抗议 听得懂吗 一定会抗议的 好我问你 当我们在听课的时候 这个身体的五根当中 六根当中哪一个是主角 所以你们一定说 我在听课是耳朵是主角 可是鼻子会跟耳朵讲 你不是主角 因为你没有呼吸 你的耳朵也没用 那请问我鼻子是不是主角 就是主角啊 那眼根也会抗议 你有呼吸 有耳朵 你如果没有眼睛 你可以看到那个十方诸佛 在讲经收法的人的形象吗 没有办法 所以我的眼根也是一样主角 所以你从这里讲说 我们一件事的因缘合合 我们佛法要做到什么 无我无我所 这个就是无我无我所的答案 因为没有一个人叫主角 因为一定要因缘合合 因缘合合以后 我们的我跟我手 我们很容易就放下知识了 因为你找不到主角 你找不到你把它解析一下 好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都在吵架 我们是主角 请问身体呢 身体是不是主角 没有身体 请问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怎么挂在你的那个脸孔上 我的身体都没有了 身体都没有了 那你的眼睛有作用吗 鼻子有作用吗 耳朵有作用吗 他没有说没有 那是不是 如果你这样推焦 那是不是变成 肉体是主角了 因为你没有身体不行啊 所以所以你要知道说 如果你理解 做一个波罗波密多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解释 这个叫一切智 当下的当中找不到有一个人 找不到有一个因缘谁叫做前 谁叫做后 无前无后 无前无后的 然后呢 你才能够严禁一切智 一切相智道 所以为什么叫一切 因为同步 所以当我们要成等正解的时候 诸位记住 你的六根是同步成就 不是哪一个根有前有后 因为有前有后一定会有傲慢心 前的人一定叫慢心 后的人一定悲泪心 悲下心 所以一定都同步的 所以叫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同步圆满 好 然后呢 以毕竟空不起会舍 因为我都知道 究竟他们都是因缘合合 反正因缘合合 他会受 这个生诸欲昧 沉住坏空 生老病死的变异 所以你一定要很老老实实 接受这样的变异法 你看我们在世俗地里面 我们中国的道家 你看他们的常见有见有多重 因为他们要修到 这个所谓 这个小孩子出来啊 他们呢 你如果讲我们以前唐朝 这是八仙 他们都要修到这个婴儿出来 修多久 我如果我看 那个那个我们的那个 那个拿宝剑的那个叫什么八仙 他从36岁开始修道家的课程 修到96岁 养省才成就 60年 你看喔 修这个外公法 这是外公喔 那外公再怎么修的话 他还是要被什么给支配 生住意媚 沉住外公给支配 听得懂吗 所以才会被 那个什么叫做什么禅师 说他是守屎鬼 黃蓉 黃蓉 臭屎鬼 一辈子都在守那个肉体而已啦 可是他 他们很傲慢啊 因为我修一个阳神出来 跟我李洞宾同样的一个身体出来啊 他们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要修气 那修气呢 为什么我们在释迦牟尼佛在创立先养佛法的时候 不鼓励做这些修气的课程 因为他知道他是有剑常剑 我不否定你 没有功夫 你是有功夫 但是你的功夫会消失 也就是说你的武通啊 再怎么厉害啊 你会被无常给淘汰掉 所以黃蓉蓉说 好啦 就算你的寿命很长啦 其实他们的寿命不可能 跑到印度啊 印度教授讲的 是空定的非想会非想触定 不可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到非想会非想触定的寿命是八万四千截 我们到家的寿命 你要向寿命到那个四空定 因为你既然叫做 有婴孩 有这个修出来 你还是有相 你还是属于色界的众生 你不是无色界的众生 所以你达不到空五边触定 四五边触定 无所有触定的水准 所以以四五指令来讲说 一些外公法最高的果断的是 印度的净土黎仪家所训练出来的 他们这些的四空定的行者 新歌定的修行者 但是毕竟他还是着一个有啊 可是他的着有是比肉身的着有的有还高 所以叫做空五边触定 四五边触定 无所有触定 他比色界还高 所以诸位你如果理解说 佛陀是当下让你说 六根一道六枕当中 我们去理解他 不管时间早晚的映奏 你毕竟用毕竟空不起会色 也就是说毕竟空是毕竟清净平等 什么叫清净平等 所以记住我们不能找邮件 波罗波密党他不是一个功法 他我们修学波罗波密党 他真正的正念政治是什么 发现自己的执走在哪里 发现以后把他放掉就可以了 谁放得越快 谁成就成长症结就越快 我们是这样 所以我们叫做无所得的课程 无所得的功课 因为凡有所得终究有一天你会担心 你会担你的有会失去 所以你会害怕恐惧 当我们是无所得的话 你一定会做到清净所讲的 你会远离颠倒梦想 无有恐怖颠倒 你会远离这些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所得 你到后来 当有所得那个有失去 你会害怕恐惧 听得懂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功修行 在初学的时候 还没有了解佛法的意理 我师父以前在初学也一样恐惧 整天用功拜佛 练佛号 宋咒与回向 怎么身心都还是一样不舒畅 整天还是在想 到底我欠缺了什么 没有把它补圆满 你看那时候有所得 当你一个有所得以后 你去追那个有所得的一百分 都没有办法追成功 而且当你突然追了一百分以后 你又发现一百分又失去了 又没有了 你的一百分也是短暂的出现而已 听得懂吗 斩断而有而已 所以佛陀会告诉你 你的有所得的常见的有 确实满足你的高兴 高兴就是欲望 你满足你的高兴 但不满足我就称慧盖 我就生气 然后我们就会自责自己 我们到底真的用功有输人家吗 怎么还会这样子呢 这样一比较心以后 比赢了傲慢 比输了悲瞎 还是换了悲瞎慢 所以我们在休息的工作当中 就会知道 为什么都会用必净空三个字 是告诉你 必净空里面含什么 你一定会变异法 无常法无我 一定会进入所谓空性的 为什么你不可能没有变异法 你看我们的肉体 从出生的父母亲 帮我们生下来的 我们从出生的一岁到现在六十岁七十岁 请问我们有没有变异 所以记住喔 我们修学波罗波罗密度 一定要破常见有见 所以你一定要接受变 你绝对不能再像出学的时候 要起有见常见 最好我用功以后 以后有一个功夫 让我成就不变的 可是侯朵告诉你要接受变 因为接受变才懂得波罗波罗密度 所以我们在世俗地里面 我们赞叹了英国早期的那个哲学家 叫什么名字 不是 英国的 在那个十九世纪 他都讲了一件事情 不是 肖伯纳 他讲了一劲 他说世间来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 变是什么 无常法 没有办法你不得不接受 如果你接受变 你怎么会有烦恼 你就没有烦恼 我们烦恼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接受他不变 听得懂 我们恐吓我们的子女 我们恐吓我们的孙子 如果你听话 我一定给你奖品 如果你不听话我不给你 请问这个话 有没有让对方产生恐惧 有啊 如果他要让你讲了这句话的高兴 他要努力啊 他努力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所得 在有所得里面有时候你会进步 有时候会退步 这是很正常的 可是当你的心态没有 没有听经文法而 而教育你自己的话 你一定会三堵五盖会冒出来 会产生高兴不高兴 高兴不高兴 所以我们为什么以必经空不起 就是说你要知道 不管你做前面的布施精进尽力 你一定要记住 不能找友见 你一定要接受 你会忽然进步忽然退步忽然平庸 很正常的 你不要认为这个叫退步不退 不进步的执走 所以必经空 为什么 必经空就是因为他的法性 或是变异法 无常法 无我法 好 所以必经空不起 我就不起在慧舍兼令 因为我在必经空的状况下 必经会都是 法尔如是的清静平等的状态下 我何必在这样的清静平等状态之下 其慧舍千贪 情勇懈怠 极境散乱 你看我们以前像师父初学的时候 去打坐 有时候做好 有时候做不好 有时候 最 我后来才知道最没有烦恼的最好的方法 只有坐着睡觉分层 师父 你看我修得很好 都没有忘念 为什么 睡着了 那时候 不懂 不懂那个佛法的毅力 然后也不知道说 在挖苦自己 还以为 修得很好 因为我没有烦恼 因为我一坐下就睡着了 就睡着了 所以烦恼不会找我算账 我们那时候初学都不理解 这个已经堕入分层盖 那时候不懂 分层盖还自喜自己很好 就算没有分层也做得挺挺的 可是我们脑筋的那个意识的结冠率 已经消失了 其实我们也堕入成像 就分层的成的成像 糊里糊涂 一个佛号的记忆不清楚 说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管六个字四个字 嘴巴念 那个意念觉察力没有在念 所以后来慢慢 天经文法就要自我调整 自我调整 我这样也是错了 因为我着空 听得懂 因为分层叫做着空 着午的人 然后都没有觉察力 也叫做着空的人 所以有些人 以前我们刚出学 也有一段时间 今近期我们真的也没有什么杂念 但是没有节观率不知道 可是我们还自我陶醉 自己功夫很好 但自我陶醉功夫很好 我们又犯了慢心 又犯了慢心 这个是因为我们听经文法 后来才渐渐了解 在早期真的还不大了解 好 所以毕竟空不起废舍千令 然后勤勇懈怠极静散乱 就是说你不能有比较心 不能再有极静散乱的比较 有勤勇跟懈怠的比较 然后也不能有慧舍跟坚定的比较 因为有比较 你的我的我见 你就直取了 我们就找我了 施例子 会有菩萨摩萨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时 安住布施 安住就是说你有这个因缘法在做 布施禁力波罗波罗密多的这件事情 可是你原来做这件事情 是为了庄严什么 下面的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庄严就是要让他成就 无所得无所住 这个叫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所以但你在做的这个过程中 不管时间跟空间的这个演化的进步当中 你一定要提醒你自己 以必进空不起会舍千里 其境散乱智慧愚痴心的 对立面的执着 当然我们在反复阶段 因为不了解法语 也没有融通法语 我们开始一定会比较心 一定会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透过波罗波罗密多的教育的 那种提升 希望我们把那个持有的比较心降低一下 降低一下 好下面 设立指呼有菩萨谋杀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时安住境界安忍清静 波罗密多言尽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以必进空不起啊 持戒幻戒持悲奋惠 情永现代信故 我们刚才第一条讲的很详细的 下面其实都一样 就是六度要互用交叉的磨练自己 我们把它简单讲就是这样 比较白话文讲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说我们刚才会几例 除非我们当下在听课 似乎在讲课的当中 其实我们都含色六度 他都含色六度 而且都含一切法在应用 为什么我们在听课 我在讲课 你们在听课的时候 你的五印没有在睡觉 你的十二六十八件没有在睡觉 因为他们也在应用当中 而且都是同步 没有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因为你找不到有一个先后 因为你一找先后有前后 那大家就会吵架 耳朵会跟眼睛吵架 眼睛会跟鼻子吵架 鼻子会跟身体吵架 请问谁先谁后 没有先后找不到有先后 这个叫做什么 无分别心 这样懂吗 这个其实就是无分别心 好 然后呢 言尽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以必尽空不起持戒幻戒 慈悲奋会情勇懈怠心故 好下面 所以只呼有菩萨摩佛萨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时 安住境界精进尽力 波罗密多 言尽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以必尽空不起持戒幻戒 情勇懈怠 极境散乱心故 所以只呼有菩萨摩佛萨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时安住 境界精力 波罗波罗密多 言尽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以必尽空不起持戒幻戒 急尽散乱 智慧愚痴心故 然后 色例子 呼有菩萨摩萨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时安住 安忍精进 现在又有一段喔 现在又 安忍为抬头跟精进 这是后面的三度 尽力 尽尽尽力 波罗密多 言尽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以必尽空不起慈悲奋惠 情勇懈怠 极境散乱心故 所以例子 呼有菩萨摩佛萨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时安住安忍 尽力波罗波罗密多 言尽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以必尽空不起慈悲奋惠 极境散乱 智慧愚痴心故 色例子 呼有菩萨摩佛萨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时安住精进 尽力 波罗波罗密多时 言尽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以必尽空不起 情勇懈怠 极境散乱智慧 智慧愚痴心故 色例子 呼有菩萨摩佛萨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时安住 布施 尽力 安忍精进 波罗密多 言尽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以必尽空不起 慧舍兼令 慈戒犯戒 慈悲奋惠 情勇懈怠 慈悲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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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时 安住 布施 安忍精进 尽力 現在是四種 從 兩種 三種 四種 這樣的配套 跟下面 然後呢 都為了莊嚴一切智 所以言尽一切智一切相智道 以必尽空 不起 慧舍兼令 慈悲奋惠 慈悲奋 精進懈怠 極淨 散亂心故 所以我們前面所說的 不管它所發生的因 是幾種的合合 不管一種 或者兩種 三種 四種 的合合 可是我們後來的結果 一定要用無惡之心去面對它 所以你看多多 慧舍兼令 慈悲奋 慈禁懈怠 你看 因為這個都是對立面 我在對立面裡面 我都不能記著 所以這個大家都要靠 截察力 來看說 我有沒有做到 而不是靠 有沒有一個公法讓你做到 都靠截察力 截察力 所以才說 我們在用功的當中 極境散亂 極境散亂 就是跟禪定 有關係 因為感覺 我們從 修禪定的當中 自我檢察看看 我會不會 修到很有激進 我就起歡喜心 修到散亂心 我就懊惱我自己 那這個就是對立面 聽得懂嗎 對立面就是表示說 我還沒有達到 菠蘿波諾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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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菠蘿蔔蜜多 去無惡 無惡向 要達到這樣子才對 無惡就是不及早惡邊 優點 缺點我都看到 但是在優點的運行當中 缺點的運行當中 我都不特別的快樂 不特別的自悲 只是安然的接受我這樣的延期性的發生 這個才叫菠蘿蔔蔔蜜多 好 下面是例子 乎有菩薩摩歐薩修情 菠蘿菠蘿蜜多時 安住布施精進盡力 菠蘿蜜多 嚴禁一切知 一切相知到已 必盡空不勤 慧者兼令 慧者兼令 勤勇懈怠 你看這邊的境界就沒有了 然後這個安然也沒有了 就是慧者兼令 勤勇懈怠 然後極盡散乱 智慧疑吃心故 這例子 忽有菩薩摩薩修情 修行菠蘿蜜蜜多時 安住境界 安忍靜靜靜 盡力菠蘿蜜多 嚴禁一切知 一切相知到 已必盡空 不起 慈戒患戒 慈悲奮沸 情勇懈怠 極盡散乱心故 所以永遠要記住我們 又要把大家 我們講一段的時候 提醒大家 修行菠蘿蜜蜜多其實是在發現 自己的執著是哪一個區塊 當發現這個執著哪一個區塊以後 我們要勇於 把他超越 不要再去執取他 比如說我現在 的延期法在做布施的課程 在做境界的課程 在做安忍 精進 禪定 剝落的課程 我要在這個課程的運行當中 我有沒有我跟我所見出來 聽得懂啊 是這樣子的 如果我發現我有一個我 我一定會起焦賣心 我一定會起焦賣心 因為逆境就起焦賣心嘛 然後呢 我發現我會不會在 優點裡面的發生產生執走 缺點的運行當中產生執走 如果我都發現到 我們要自我自己把它降低 不要再執取下去 因為不執取下去 你的五概就不會發生 所以我們大家自我結照一下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人與人啊 人事地物的相處當中 當你發現了那個五概出現了 那已經擲取很嚴重了 我會特別高興 我會特別生氣 我會特別快樂 我會特別不快樂 那你已經告訴我 跟波羅波密多的解釋來說 你已經啊 害了你自己的執走 加深了 可是你如果沒有聽經文法 解釋率很好 你根本 我跟你計較對跟錯誤 難道這是錯誤嗎 以世俗地來講沒有錯誤 但是以波羅波密多的修行者來講 都是錯誤 聽得懂嗎 因為你有真聖心啊 有真心心 你會不會換了慢性 交慢性 會 要記住喔 所以當我們人與人相處的時候 不管逆境順境 都是借那個陰眼 自我解察 使自己的波羅波羅密多能夠圓滿 所以我們要感謝對方 他的逆境界要讓我生氣 我沒有生氣 是他給我成就的 你要懂呢 你遇到一個好的境界 本來是 反乎來講要給貪意蓋 結果我們因為有波羅波羅密多的教育 我自解以後 我才不碰他 所以也就是說有貪意的陰眼前進發生 他來幫助我成就波羅波羅密多 我有沒有做到 所以我們在修學佛道 在逆眼的 在順眼的當中 所以你看我們後面都不是在講 好跟壞的對比 你看他後面都是對比嘛 你看說 以畢境空不起 會捨堅定 是不是對比 就是會捨的陰眼發生了 堅定的陰眼發生了 聽得懂嗎 我們要用波羅波密多越過去 然後勤勇懈怠是不是兩個對立 勤勇就是努力 懈怠就是放逸懶惰 那我們在這個當中 我們也一樣要越過去 然後我們遇到了延期法的寂靜跟散亂 你看我們在殘奏 師父好難喔 所以以後我不打坐了 一打坐都看到我的U缺點 累得要命都坐不住 算不坐算了 不坐就沒有成功的機會 但是有坐有成功的機會 你才有辦法超越它 聽得懂嗎 所以才說極境散亂它是一個極境是順境 一個散亂是不是逆境 就是一個U點缺點 就是一件事情發生都有U點跟缺點發生 但是這個U點缺點發生的當下 是在訓練我們這個修行者的波羅波羅密多要升華起來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諸位你們要記住喔 波羅波密多喔 沒有奇特的法門啦 它永遠發生的成就的地方 都是在你的身口一三葉 所遇到的六根跟六成所面對的 這個六個狀況 六度就是六個狀況的發生 你來訓練我跟我手 要把它降低就是執著我跟我手 所以以後你們跟師傅在一起一定要記住 你們觀察師傅 如果你們觀察師傅有我我手 你一定要提醒我 為什麼 那表示我覺察力不夠 我告訴你呢 我是申寶 你們從來怎麼都沒有跟我頂禮三拜 你已經開始看到師傅的慢性出來 拜託你們你們要指點 師傅不可以這樣 你會我慢又快 不可以 啊對對對 這樣才對呢 聽得懂 你戒蠟越高 因為我我所越要降低 修行你如果你叫做戒蠟越來越高 就表示你是老修行 老修行是波羅波密多 通達無愛才叫老修行 你如果波羅波羅密多 沒有通達無愛去應用在 身口慾善業的日常生活的運作 你不能叫做老修行 老修行不是用聯資 不是用世間的聯資來堆高的 不是老修行的人是在你的身體上 身口慾善業 你的我跟我所越降低降低 降低到根本看不到 你很容易被人家欺負 聽得懂嗎 但是我們被人家欺負 我們做一個修行 又不能說 我的業障怎麼那麼重 怎麼陰眼那麼不好都找我 為什麼不找鳳豬 不找鳳凰 也不找那個陳才坤 怎麼找我算帳 奇怪 因為我學佛應該業障消除 一切都要順盡才對 怎麼還有逆境找我麻煩 你看我們釋迦牟整整正結 請問有沒有逆境找他麻煩 有 剛好訓練 聖身波羅波密多的圓滿 所以佛陀才會說 提伯達都是我最唯一的善知識 沒有像裡面都不幫我成就 這句話聽得懂嗎 聽不懂 不要特意去做 看延期吧 聽得懂 因為素顏 就是釋迦牟跟提伯達過去累積的素顏的關係 聽得懂 因為師兄弟做久了 會起嫉妒心 他心裡不滿 聽得懂 然後又懷恨在心 一輩子又是 所以諸位你們要記住 釋迦牟在成本正結 跟他擾亂 以士徒弟的解釋 跟他擾亂都是他的親朋好友的人 我們在戒經裡面說 這個提伯達都率領吳比丘 等於吳比丘來源一早都釋迦族的人 都是跟西達多太子有血緣關係的人 都是他們的人 外人都不會 要記住 為什麼 我們要學習釋迦牟尼佛 在學佛當中 不找一切項 就沒有所謂順言跟逆言的詞曲 沒有誰是你的好人跟敵人的對立邊 沒有這回事 因為這個才叫波羅波羅密多的圓滿 所以你看後面都是兩個是對立 對比 對比說 你看看 你如果發生這樣的逆境順境 在布施的當中有逆境順境 在境界的當中有逆境順境 在安忍的當中有逆境順境發生的時候 他是在成就你六度 所以你不用逃避 你也不用滿厭 哀厭 好 下面總結 已經總結了 如是設立子 諸菩薩摩薩 修行波羅波羅密多時 安住六種 波羅密多 你看 安住六種 我們為了幹嘛 就是幫助你嚴盡一切智 一切相智道 你看 所以我們修六度 六度都還是因 不是果 所以記住 六度都是因的過程 都不是果 果是什麼 嚴盡一切智 一切相智道 以必進空 我們對任何 已經了解這個法義以後 我們到後來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 都用必進空去看待 就是眼睛 耳朵 鼻子 我都用必進空去看待 為什麼 因為我聽經文法了 所以我會應用 所以說 以必進空 你看 包括 以必進空 無會捨兼令固的執著 你看 所以叫做無 無 持戒 換戒 就是有人在你面前持戒或者換戒 你也是很清清楚楚 不會再有時候過度的責備他 或者過度的奉承他 都沒有 都是平平靜靜的 看到這件事情的延生延滅再發生就好了 所以無慈悲混會 然後無 勤勇懈怠 你看 無並不是火定的五的意思 無就是不止起二邊 不止起這六度的二邊 以後你們看到剝落法會的五 都是不止起三個字的解釋 所以無勤勇懈怠固 無極盡散亂固 無智慧以棄固 你看 下面你看 是不是叫做這個五就是不止起 你看下面就跟你講 不早 你看 對立邊 不早會捨千令 這個是不是跟布施有關係的 逆境跟順境 然後呢 禁戒波羅密多就是兩個 一 不早慈戒 不早換戒 然後不早慈悲 不早混會 不早勤勇 不早懈怠 不早寂靜 不早散亂 不早散亂 不早智慧 不早愚痴 那這些不早的對立邊的六度 你一定要很高興 在所有的陰炎法的突然應做當中 是成就你六度 所以我們不要逃避 我們也不要埋怨 我不要埋怨 剛好借用這個陰炎的 逆境順境的陰炎的產生 去自我檢察 你有沒有二邊的指導 所以才說六度的 逆境順境的二邊 你都要自我截觀 這個是靠檢察力 來成就自己的 說例子 是菩薩摩薩當已而死 你看喔 如果菩薩摩薩 因為菩薩摩薩一定水平高 所以我們從初級班的 一直慢慢了解這樣的程度以後 我們也自己提升菩薩摩薩的水平 我們不能再一直在 停頓在一個 一個小學畢業生 初中畢業生的那個階段 然後希望所有的眾生 都原諒我的對跟錯 然後呢 所以才說設例子 是菩薩摩薩當已而死 就是當下的現前發生的當中 發生什麼 會捨監令的時候 我不找他 所以我不找會捨簽令者 不找慈戒幻戒者 不找慈悲奮惠者 不找情勇懈怠者 不找極盡散亂者 不找智慧於此者 所以記住 不找兩個字不是斷滅見 斷滅空 不找是我一定接受 當下逆境順境的發生 發生就讓它發生 我也不會再去說 我發生以後 那我是不是業障好 或者業障不好 這種概念 沒有這個 已經超越了 設例子 是菩薩摩薩當已而死 已著不著 這個畫起來 諸位記住 著跟不著 居無所著 我們有時候會叫慢心 師父我告訴你 我修到現在已經不著了 我現在已經不著 我又找不著相 所以您不著 你都不能講 因為一講就起心動念 聽得懂 因為講是可業 所以它已經果 你為什麼會講 那個音 在內心已經存在了 我修得還算不錯 所以著 不著皆無所著 在著的方面 跟不著的方面 你都不能著 不能著什麼 著那個著跟著那個不著 所以 以著不著皆無所著 何以故 我為什麼要做到這個不著的水準 我都跟你講原因 所以我們找不著 並不是 沒有答案的 我們是有答案的 所以 能夠達到 找不著的原因 何以故 一切法必進空故 因為一切法 都是一定會進入必進空 什麼必進空 因為它會生諸愚昧 生老病死 沉住壞空 聽得懂 這樣的演變 我也無法在這個演變的當中 去抓它為有所得的有 抓不住 主委 請問你可以抓住 昨天所發生的事情 跟今天所發生的事情 重演一遍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昨天的因緣 跟今天面對的因緣 它是不同 所以我不能複製昨天的 所以我們反乎的人都在找有 如果我的命要好 要以前 我還小孩子的時候 父母親照顧我的時候 那有多好 我都在幻想回想 那時候我的命太好了 可是現在我反而 要當人家的爸爸媽媽 要是照顧別人 我的命怎麼那麼苦 請問可以複製嗎 沒辦法複製 延期法沒有 因為都在 婚苗必爭都在變異 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為什麼講說 一個叉弩900個生命 當我瞭解一個叉弩900個生命 很多事情我就不會找有了 因為都在生命當中 你要找哪一個 沒有辦法找 所以才說 當我們理解這個 越來越清楚的時候 我們任何從 現在天經文法開始 以後遇到身口一三夜的 那個因緣法 我的著象就越來越淡薄 我今天好不好 我不需要再去有所得 再等待 有沒有人要批評我 有沒有人要讚嘆我 不再等待 因為都是自信公自向公 聽得懂嗎 都是自信公自向公 我還等待 那個逆境的 或者順境的有所得 幹嘛 不需要 不需要 那我們的那個歡喜心 跟不歡喜心的 那個直舉的比率就慢慢降低了 慢慢降低了 好 所以何以故 以一切法必盡空故 不然你主委把它查一下 我們一切法 主委記住 因為我們現在是邪佛弟子 所以我們一切法 都是講內行的話的一切法的話 五印十二路十八戒六大 這叫一切法 聽得懂嗎 以後以後你們 看見一切法 一切法到底在指什麼 聽得懂 當然以世俗力來講 世間法肉眼來講 從頭到腳都是一切法的涵蓋 如以世俗之力來講 如果以我們佛法來講 一切法就是五印十二路十八戒六大 都是一切法 我們所有 可是呢 我們慢慢聽經文法才知道 用世俗之力來解說 一切法都在哪裡發生 你的身體 從頭到腳 具備萬法 就是你看嘛 你看你的身體從頭到腳 不管你是高癌 然後回胖 然後瘦 胖瘦 你的一切法就是你的身體 要懂 因為你具備的 你這個肉體具備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所以你把它細想一下 以前我剛出學 還搞不懂 所以都在一直參學問 老前輩 老前輩 這個一切法到底是在指什麼 那時候早期都還不懂 慢慢修學佛法欣習久了 所以佛法你要越來越進步 靠欣習 不放棄自己的善根 自我栽培 你一定要靠欣習 才知道說他的答案 那你都聽進文法 你以後也會知道 我們的表達方式是不一樣 你在《嫩言經》它的表達 因為我們在波羅法會都叫做什麼 畢竟空或者十八戒空的那個內容 畢竟說一切法畢竟空庫 你看在《嫩言經》它表達不是用畢竟空 它表達是什麼 一切法本如來葬信 五印十二路十八戒六大本如來葬信 本如來葬信這四個字 在這部經的表達叫如來葬信 在我們波羅法會叫畢竟空 其實他們是表 所敘述的這個眾生的接引的那個對象 我要給他語言的表達不同改變而已 可是裡面的意義含義都相同境界 聽得懂啊都相同境界 你們不要把他害怕或者恐懼 這個境界有什麼不一樣都一樣 只是我現在要表達那個法會的時候 我的語言的失色方便 所以我們叫做什麼明假失色 明假失色 所以以一切法畢竟空庫 設例子 是菩薩摩佛薩當以而死 你看喔 我們要做到畢竟空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把下面這個做好喔 這個都是對立邊的順利惡進 產生的結果喔 你看喔 不著毀罵讚嘆 不著讚嘆 不著損害 不著勞毅 不著輕慢 不著恭敬何以故 畢竟空中啊 無有毀罵讚嘆法故 無有損害勞毅法故 無有輕慢恭敬法故 你看畢竟空哪裡還還會計較所謂 你對我禮貌或者不禮貌 不會再這個 不會再這個 所以 你這個要畫起來喔 因為這個是要教育你自己 因為你教育你自己 你將來 遇到的這種 延期法 延期法裡面 有遇到鬼罵讚嘆的 逆境順境的 我們有遇到損害勞毅的 然後呢 我們有遇到輕慢恭敬的 諸位你要知道 你今天 我今天是因為你們是了解佛法法義 所以你們對法師才恭敬 如果我今天坐高鐵 或者坐那個台鐵這個火車 我上去沒有人恭敬你的 你不要再 說笑聲 有人恭敬你 讓位給法師做 不會的啦 聽得懂啊 這個是不是我們也會遇到 你們是邪佛的 所以我 你們遇到我 我會遇到順境 你會對我有所禮貌性的 法師請坐 可是當我們遇到的 不是邪佛的弟子 那個不禮貌的英言就會出現 所以我 我跟你講一個細論的話 這個是我遇到的 不是我邊故事的 我有一次坐那個台鐵 然後呢 一坐到台鐵 就遇到一個老先生 那個老先生 看到我這個訂票的票 跟他同隔壁 因為台鐵都雙座雙座 隔壁 然後那個老先生 七十幾歲 我那時候五十幾歲 他說 師父 你不能坐這裡 我說 我跟他 我為什麼不能坐這裡 我都耗在這裡 不行 我是某某宗教 我不談那個下面 不然你們解婚悲心 你這樣讓我換戒 你說後面 你不讓你要讓我換戒 拍拍庇谷 三寶家子 後面都空位 我就換位 你看 我有時候我自己想一想 我遇到逆境的考核 一樣有很好的英言 因為後面都空位 所以他罵我 師父你不能坐在我隔壁 你讓我換戒 你就坐在後面 反正你坐哪裡我不管 我說我要不要請車隊長來看位置 我說不行 就算你請那個 那個列車長來說你的位置在這裡 你也不能坐 因為你害我換戒 你看 你以為 我在你們面前被攻進 是順境 可是出外面就不一定了 延期就變了 那這個也是讓我們訓練 波羅波羅蜜多 聽得懂嗎 借用這個延期 不是那個對方業障有多重 因為他成就你忍入波羅波羅蜜多 要記住這一句話 你不能說那個人 以後業障更重 然後對法是不攻進 那你這個起心動力 你的業比他更重 為什麼 因為他無知無明的眾生 你是有知有明的修行者 你還跟他計較 那你 跟他計較你的業比他更重 因為你有知有明的人 跟無知無明的人在計較 你明知故犯 是不是 業障最佳一等 最佳一等 因為他無知無明 所以諸位 我們遇到了任何一個逆境順境 你這個六度的狀況都會遇到 不管你是大法師小法師一樣 連釋迦摩尼我照樣遇到 都要遇到的 好 所以說 你一定要記住 是菩薩摩薩當以而死 不找悔罵 不找讚嘆 不找損害 不找饒癒 不找輕慢 不找恭敬 何以故 畢竟空中 無有那個悔罵讚嘆法固 無有損害饒癒法固 無有輕慢恭敬法固 這例子 是菩薩摩薩當以而死 不找悔罵讚嘆者 我連那個人我都不找 然後不找呢 損害饒癒者 不找輕慢恭敬者 何以故 畢竟空中 無有悔罵 你看畢竟空裡面哪有什麼悔罵 各位你看 我們又世俗地的屁 你看我們現在虛空中 同步的虛空中 很多的延期法的人類眾生 大家隨他的陰眼在 做所謂很多的陰眼事 請問這樣的陰眼事 那麼複雜 對我們的虛空的必經空有沒有損害 沒有 所以反過來 你的心量心態要如虛空 法華金手說的 你要如虛空這樣的包容性 虛空裡面的包容性 讓你遇到逆境順境的事情在發生 但是你都不找他 你就永遠自然自在 好 所以 無有悔罵讚嘆則固 無有損害擾益則固 無有欺瞞恭敬則固 設立子 是菩薩摩薩當以而死 而死就當下 當下 以著不著皆無所著 你看就前面所述說的這個結果 所以以著不著我們要在哪裡訓練 在延期法的六度的逆境順境裡面磨練你 聽得懂 磨練你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我們血火以後一反風順 就是沒有 我說以前我出血的人 我那時候都不懂 以為說成火以後都沒有什麼業障 結果我看釋迦摩利我成火 他的業障比我重 最少我釋迦族沒有人抬我殺我 我們家族沒有人用刀扛我 釋迦摩利我會遇到 釋迦族被砍掉 而且都是佛陀在世的時候 不是佛陀以及內凡的 都在世的時候 而且都是 都是跟他對立 也就是說注意 要記住 我們想要 業障不再很嚴重的發生 在日常修行當中 絕對避免跟人家對立 你看喔 所以我們都知道 你看釋迦族之所以會被琉璃網殺害 就是他這一次造的因 所以造的因 他也不知道 他以為這個琉璃網這個小孩子 以後不會當國王 他不知道 所以你要記住 有些小孩子 你一定不要跟他對立 讓他對你起一輩子的忌恨心 因為他不是修行人 聽得懂嗎 他是凡乎造業的人 可是他會跟你記著 記著的 所以說何以故 何以故喔 所以記住喔 畫起來 聖聲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聖聲波羅波羅密多 並不是只有理論幻想的那個境界 聖聲波羅密多的行者 永結一切早不早故 才叫做聖聲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聖聲波羅密多 不是一個境界喔 不是一個果味啊 不是 聖聲波羅波羅密多 是在你日常生活 生活一花 花生的當中 你要自我解察 你有沒有早跟不早 聽得懂嗎 你要在這邊去實踐它 這個叫聖聲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聖聲波羅波羅密多 是為了成等正解的人的提升 你要自我自立啊 然後提升你自己 聖聲波羅密多 是菩薩摩薩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所獲功德最上最妙 如果你已經把它做到 這樣的等級啊 我們可以讚嘆你 你所獲功德最上最妙 一切啊 聲吻集諸獨解皆無所有 因為聲吻跟獨解 都是因地的修行者 像我們齁 其實來講我們 道道地地的是聲吻地址 因為我們還在聽經文法 我們以現今的因言來解釋 我們現在就是都是聲吻地址 這是因地還沒有得到 那個聖聲波羅波羅密多 果味的圓滿 我們都在聽經文法 累積善根 所以我們都在聽經文法以後 透過這樣的思維修行 去檢討自己的執著的缺點 要漸漸給它改善掉 給它改善掉 所以叫做一切聲吻集諸解 還沒有辦法做到聖聲波羅波羅密多 這種水準水平 所以叫做皆無所有 那如果你今天能夠見法悟道 從初果斷三節二果斷二節 然後漸漸提升以後 我們把自己的缺點漸漸改善 所以諸位我們要記住 修學佛法把禁止擦亮 什麼叫禁止擦亮 這個節觀力要清楚 清楚自己的執著的盲點 缺點還有多少沒有改善 然後我們借用所有因緣所發生的 發生的當下 我們節觀自己起心動念的執起還在不在 如果還在 我們慢慢用節觀力降低 不要再去繼續執著下去 是靠潔察力來幫你 不是靠佛菩薩來幫你 佛菩薩是用文字剝落來教育你 可是觀照剝落是要靠自己 觀照佛菩薩沒有辦法替你觀照 是要靠自己 可是他們用文字的 經典的法義的文字 來讓你產生剝落剝落沒多 所以我們叫文字剝落 說例子 此菩薩摩薩如是功德既圓滿你 也就是把前面那些的六度都把它圓滿 我們開始要去立他 所以互能以四色事成熟一切有心 所以我要用四色事 立宜啦 布施啦 然後講四色事的這個因緣去協助人家 然後呢 遠近佛土便得遠近一切智 一切像智道 素能正的一切智智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成就一切智智的唯一條路呢 是別人成就你 你要回報他 你要懂喔 因為有分別沒分別 我們自己不知道 但是因緣相奔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我的直走不直走 有沒有改善降低 如果我改善降低 你每天也快快樂樂 輕輕鬆鬆的啦 為什麼不找一切 不找一切法的順境跟逆境的產生 包容他 包容他 所以你要起平等心啊 我們必須要透過電競文法 我才會安住在平等心 平等心就沒有在計較心了 所以諸位我們在邪道的時候 任何六根六成的境界發生 順利二進發生以後 我們要感恩他讓我結照的機會 如果沒有這樣的因緣發生 我還不知道嗎 因為他幫你成就 所以以一切友情起平等心 起平等心於 以一切友情起利益安樂心 起利益安樂心於 以一切法性皆得平等 法性就是指什麼 五印的法性 十二路十八界的法性 都發生的因緣相 所以這個叫做一切法性 因為沒有 不可能 所以一切法會離開你的 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六大不可能的 因為他都含是而且互通的 所以一切法性皆得平等 皆得平等 我們士徒弟弟是 那個計較心少一點就平等了 計較心一直計較是非 對錯高低眉重 就不叫平等於心了 所以以後你跟家裡的人 對談講話 有一句話盡量少講 尤其我們長輩 我跟你講幾遍你為什麼聽不懂 建議之位少講 如果對方恭敬你 其實真的他一遍他就接受 如果你跟他講了一百遍 他越惱火 我越不聽你的怎麼樣 我是你的善知識 我要考你 結果我還要被對方挖苦一下 好像對方不是邪伙者 沒有聽清文法 如果有聽清文法 他要故意的跟你挖苦 你的成就不成就靠我 拜託 你知道不知道嗎 他們是不知道 我們現在聽清文法 已經是內涵了 我們知道 但是我們不能用這一句話 細論眾生 細論眾生 聽得懂嗎 所以說 以一切法性皆得平等 得法性平等於 你看我法性都平等於 不計早 才有辦法平等 如果我即早執著 我就不可能叫平等 所以安利一切友情 以一切法平等性中 我們才有辦法幫自己 或者幫一切有緣的眾生 也大家一起共怒 一切法平等性中 設立子 是菩薩摩薩 以憲法中 得十方諸佛之守護的 如果你如果做到這樣的水平成功 這個佛菩薩你不用請他 你不用點香請他 他已經都在旁邊 或者說你做到他所交代的事情 聖真波羅波羅密多圓滿 所以這些的菩薩摩薩你看 以憲法中 得十方諸佛之守護的 依得一切菩薩摩薩 身聞獨覺之守敬愛 你自然而然人家就會敬愛你 敬愛你 你不需要用世俗地來想辦法 拿去拉攏人家對你的恭敬 不需要 你自己把自己的無所得無所住做好 自然而然他就歸順了 聽得懂 所以我們菩薩摩薩的用功修行 要記住先教育自己 不是去教育別人 要教育自己 那個我跟我守的執著有減少沒有 好你看佛陀說 設立子是菩薩摩薩守身處 你看這個畫起來 守身處也就是說我們現在也是在聽經文法的守身處 我們聽經文法過後 我們下課以後 我們一樣六根跟六成所遺到沒有消失 我們還存在 你看喔 你看你要記住 眼中不見不可逸色 耳中不聞不可逸生 鼻中不嗅不可逸香 舌中不嘗不可逸味 所以身中不解不可逸處 異中不啟不可逸法 你看喔 如果我們了解菩薩摩薩托 好我們眼睛所看的色塵 我們就不會再去記載那個叫做漂亮不漂亮 好看不好看 包括起心動戀都不會起來 何況嘴巴講出來 所以你們如果跟師父相處的時候 一定不要問我下面的 因為你問我下面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師父你剛才看那個好看不好看 拜託不要問 因為在我們的觀點裡面 佛法的觀點 好看不好看 好看也是如夢幻泡影 暫時而有的現象 不好看也是如夢幻泡影 暫時而有的現象 你還要問我 你不是逼我眼裡一波都波都不一波嗎 聽懂 你們要記住 所以我在上課 我通通來不敢問你們 我講得好不好 我不敢問這個 我要逼你分別 我逼你分別也逼我分別起傲慢心 當然我講得好 你看這個動戀頭起來 就變成什麼 焦慢心 聽得懂嗎 所以記住 下面你看佛陀跟我們 日常生活眼睛耳朵鼻子身體 鼻跟舌跟手遇到 你要自我信念 你看喔 眼中不見不可遺色 為什麼 因為我不直走 所以我根本沒有說 這個叫可遺跟不可遺 好看 好看不好看 然後耳朵 耳中不穩不可遺聲 你也不要問我說 剛才某一個歌星 那個歌好不聽不好聽 我說任何一個歌星 有一半的人喜歡聽 有一半的人不喜歡聽 正常的 聽得懂嗎 所以你不能問 你看現在的歌星 你問那個七八十歲的老先生 老太太 某某歌星唱得好不好 唱得好不好 我的耳朵的功能性已經退化了 你還問我他好聽不好聽 你不是在瞧不起我嗎 聽得懂嗎 你不能問 而且那個年代 七八十歲的那個年代的人 所聽的歌跟現在的 那個這個 十幾歲 二十幾歲所聽的歌的 演起的音源不一樣 所以你不能問 那個比較的 所以記住我們寫火以後 盡量不要問 你問下面的稱會蓋 貪意蓋 魚吃蓋就出來了 不能問 所以才說 耳中不穩不可遺聲 耳朵不會 所有的聲音出來 就他的音源性的聲音出來 我在這邊不會起心動念 那個叫做好聽不好聽 不可以包觀逆境順境 好聽不好聽 鼻子鼻中不嗅 不可遺聲 鼻子嗅就嗅 不會說這個味道好聞不好聞 他都法爾如是 因為音源給他造作 聽得懂嗎 你看臭豆腐在我們這個國土是很香 你拿到那個美國去 你不給人家罵死了 那麼臭你也敢吃喔 是不是音源不同 因為他們那邊沒有這個文化風俗啊 所以你不能問啊 這個好吃不好吃啊 好 所以鼻中不嗅不可遺聲 然後呢舌頭不嘗不可遺味 對 就是舌根 你不能問 說這個好吃不好吃 味道好不好 你不能問這個 因為言起不同 聽得言起不同 然後聲中啊 不嗅不可遺醋 我的肉底也終究 不會再去感覺得 這個叫做好 身體噴觸的 好或者不好 好 意中啊 不起不可遺法 我的內心的起心動念 我讓他起心動念 就讓他起心動念 因為 反正念頭起來 一定會生住意內的念頭 不可能永遠是停住的 所以我中不在我的念頭啊 去直取啊 那個可遺不可遺的直走二邊 所以 意中不起不可遺法 所以我們的用功在哪裡 六根門頭下手處 所遺到的六成 你有沒有起心動念 對他起分別心 設例子 斯普薩摩薩 如果你這個做到了 你看喔 斯普薩摩薩 以阿納多羅三妙三菩提 永不退轉 所以諸位 你想要永不退轉 那個基本功夫的答案在哪裡訓練 六根一道六成訓練你自己 你才懂得三妙三菩提 無上正等正解 正等正解 好 當佛說此修行般若般若密多 諸菩薩摩薩佛聖律 也就是說佛陀在講般若般若密多 聽經文法的菩薩摩薩 這得到殊勝的利益 眾中有三百必主幾種做起 以守著一持用 然後奉否揭發無上正等解心 正等解心 我們在這裡不用名詞來解釋 師父都用動詞來解釋 什麼叫做正等解心 就是無上正等正解 無上兩個字就是沒有方位的選擇 不管時間現在過去 不管方位 東南西北思維上下 在這個思維上下 包括時間的過去 現在未來下面所發生的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眼根手遇到的色塵 耳朵所遇到的深塵 乃至一根手面對的這個法塵 我們都要做到前面所說的那個答案 都要做到那個答案 如果這些的答案我都做到 無所住 就不住任何一個法存在 因為他們都是平等法 所以記住喔 不是有一件事情用功努力啊 做一個功課 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清淨平等的境界 不是 所以記住 我們為什麼我們以身體來講 我的身體根明 你們的身體 我們都有一個叫做清淨平等法 這個清淨平等法的結構性 大家都相同 比如說我現在以肉體來講 你看我們的肉體從 父母親幫我們生下來 每一個人生到這個地球來 我們的生老病死的這個 映奏的平等法有沒有大家都一樣 都相同 因為我們都會生老病死 都相同的 不管你地位高地位低都相同 不管你是歐洲人美洲人亞洲人 或者哪一個國土的人 你的共同的生命現象的生老病死 都是一樣的待遇 大家都要遇到 到了八九十歲 你的肉體會損壞 會退化 它並不是夜障深重造成的 它是自然現象 那我們對於這個生老病死的自然的 現象所發生的結果 不特意造作它 我們只有接納它 所以有一天 不是說你們包括失誤 我的因緣法如果五臟六五照顧不好 我把它內大 當然有一天我要有準備 胃癌 肝癌 會拜訪你 會跟你敲門 很正常 聽得懂嗎 那這個跟你原來 夜障重不動沒有關係 因為它是因緣法 因緣期法 因為它一定會損壞 聽得懂嗎 不可能永遠是健康的 聽得懂 所以你要 你作為一個學佛的正解的修行者 你要看清楚 這個叫正解 這個叫成本正解 正解你的 我剛才是舉例生命現象 我沒會這樣子的 那這種沒有一個人 有辦法改變 也就是說這種生老病死的法性 我們剛才講說 道家的李洞賓他們用他們的功法 修到他們可以送命長一點 只是比人類送命長 可是生老病死還是在 只是他送命長 這樣聽得懂嗎 並不是生老病死沒有找你 一樣找你 一樣找你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 所以佛陀來到人間 他會教育你這個 叫做變異法性 這個是華爾魯士 所以改不了 連我釋迦摩尼佛都改不了 聽得懂 不然我們也可以說 僅釋迦摩尼佛 你應該活到現在三千多歲 有嗎 沒有 他還是隨著人間的這個果報 八十歲就走了 聽得懂 在印度那時候八十歲 真的很長壽的 因為找到八十歲的人 稀有難得 聽得懂 很稀有的 但是不管你在怎麼稀有難得 我們中國的頂固裡面盆祖八百歲 請問現在在嗎 不在了 永遠不在 我們說老子一百五十歲在嗎 不在了 會不會生老病死 還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被統計 我們中國有最長的兩百五十二歲 現在在嗎 不在 生老病死 所以不管你是長壽短壽 生老病死這個法性 誰動不了他 只要你尊重他 在這個尊重的 生老病死的發展過程中 不直取 你就清淨平等 我們要成等正解的正解就是這樣解釋 正解這種現象 是不得改變的 你要接納他 請問我們大家都有用功過 請問我們有沒有雜念忘念 有喔 有喔 請問雜念忘念的那個身處意媚 停得下來嗎 以前我那時候還外晚會的時候 我會用佛號用座壓他 讓他停住 我現在要念佛 你這個忘念不要來找我 你再來找我等一下我跟你打架 結果你看我們惡心用功 差別心用功 請問當你有這樣的惡心差別心用功 這樣下命令 有沒有因為你這樣下命令 他聽你的話 沒有 嘴巴念佛忘念還是在忙他的 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後來聽經音法才知道 我告訴你 我們既然來人道眾生了 有念頭是正確的正常的 如果沒有念頭你早就躺在 躺在棺木裡面了 一定要有念頭 所以以前我們沒有聽經音法 我們像以前師傅 沒有完全了解法律 我以為說 邪佛以後 這個忘念會被石頭壓草的那個觀念 把那個念頭全部壓住 以後這個人最好變成 阿達阿達這樣 這個喔 你問我什麼 不能動念 所以不知道你在問我那句話 叫做什麼 所以我不能跟你回答 以前是這麼理解 你看這樣有沒有墮入空間斷屑 很嚴重 聽得懂 所以以前我沒有了解這個 成等正解的這個法律 以前我們大部分都是用石頭壓草 去擋住忘念 如果擋不成功 我們自責自己是因為 業障深重的關係造成的 沒有第二條路 後來我們漸漸聽經文化才知道錯誤的 所以我們喔 在禪定在用功的時候 我們要看自己的念頭 因為念頭也是自信空自向空 因為他一定會波動 一波動的話 所以我們經典才會跟你講 一個岔樓 九百個生命 在南傳的經教裡面是 用現在的時間計算 他說我們一秒鐘 有來回16個岔樓的念頭 這是他們在南傳的經典所記載的 就是說你的一秒喔 用現在的時間來這一秒 有16個岔樓在跑來跑去 伸出一位甚至因為 你有一秒有16次 的伸出一位的念頭 所以有慢慢聽經文化才知道說 只要你自我栽培 在所有念頭的起心動念 我們訓練 不著他不動他 我們接受他的生命性 以前我沒有聽經文化 我把說我在送土門品 在送阿彌陀軍那個妄念起來喔 我那時候的智者自己 怎麼那麼沒有清靜心 把一步經送好呢 那時候都在責備自己 後來慢慢我們慢慢啦 星期久了法裔理解久才知道 才知道說原來啊 任何一件啊 的延期法裡面 身住一面這四個的念頭 不會因為你功夫好不好啊 然後而為你啊停住 成等正結的佛陀現在一樣有念頭 但是他們的念頭喔 注意記住他們的念頭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的念頭因為有著有 所以我們念頭帶有三都五概 佛陀他們正念真的念頭 裡面沒有三都五概 但是念頭還是有 所以記住喔 這大家要聽清楚 就是說你們如果問我 我現在有沒有念頭 我有 但是念頭當我們了解聖聖波羅波羅密多的行者 他的念頭裡面沒有三都五概的直友 並的直情的現象 你看我們在反覆的時候 我們的念頭你看 你把它解析一下 你看有沒有三都五概的形象存在 有 可是佛菩薩有沒有念頭 有 可是他們沒有三都五概 聽得懂啊 這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成佛 你問佛陀你現在有沒有念頭 他說有啊沒有的 我不是變成石頭木頭 我當然分別心 分別意識的那個分別能力還在啊 這個叫解察力 解觀力 但是我不會因為分別的當下 然後呢 讓我反射回來 我取五概出來 聽得懂啊 取參讀五概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了解波羅波羅密多 你看我們在六根的映奏當中 你看喔 眼睛的映奏當中 不見不可預設 也就是說以佛 他們成等正解來講 不要說佛啦 假如你是見法 透過聽經無法 你已經見法了 以後眼睛看色澤 你不會再看到說 這個叫做可預不可預的分別心 耳朵聽任何一個聲音 你也不會再去啊 幹嘛 聽說好聽不好聽 因為你已經知道答案 好看不好看 好聽不好聽 他們終究幹嘛 要沉住壞空 要生老病死 要生住玉妹 聽得懂嗎 你說這個人漂亮不漂亮 請問他會不會從一歲跑到八十歲 會 可是他被人家稱羊漂亮是在哪時候的零零層 一定都十歲在二十五歲之間 請問他到二十五歲三十歲的漂亮不漂亮 那個字眼還會 有沒有人再會讚嘆他 不會 因為十五歲的小孩子看你三十歲的人 你長得有夠醜 十五歲的人看你三十歲的人 因為你的形體已經變了嘛 改變了嘛 聽得懂嗎 已經變了 所以怎麼會叫做好看 你還要問說好看不好看 鐵地以十五歲的人的常見有見 來看你三十歲四十歲的人 你怎麼會叫做好看呢 你要接受不好看 當你被人家接受 在你的耳根聽到不好看三個字 你平靜無二 不會起心動念 聽得懂嗎 因為你知道你要接受自信工自向工 因為你的肉體的自信會變異會衰老 聽得懂嗎 外在的環境會變異會改變 這是正常的 你不能再回顧 我以前這句話少說 我如果你們跟我出入相處 你要小心 那我以前不是這樣子 我告訴你已經沒有人在跟你回憶 以前你的怎麼樣 為什麼 盧夢幻泡影的結構性是無法推翻的 盧夢幻泡影 你可以讓你的著友可以停留多久 沒有辦法停留很久 我沒有著友我不否定 但這早有的裡面的內涵的那個變異性 你沒有辦法推翻它 它永遠在 就是說漂亮不漂亮 那個有裡面的變異它在 你高興不高興裡面的有的變異它在 聽得懂嗎 如果這個大家了解 那這裡所講的話你就做到了 所以才說這個 當國說辭也就是說 六根一到六 六成的境界 你一定要自我檢查 在眼睛中不見不可逸色 為什麼 不可逸色就是清淨平等色 清淨平等色的那個觀念建立在 盧夢幻泡影如露一如電 因為它一定會這樣子的 不是你要不要來跟它結定 沒有辦法 所以如果大家在用功的當中 用六根投射六成來自我檢查 這個六個方向 眼睛終究不見不可逸色 因為大家都清淨平等 哪有什麼可逸不可逸 耳朵聽任何一種聲音 所以你們要小心喔 跟師傅在一起聽音樂 不要問師傅 師傅這個歌好不好聽 你不是在逼我可逸不可逸聲音嗎 逼我封北不要 它是法爾如是 因為好聽不好聽 音言變了 那個好聽不好聽的果也會變 聽得懂嗎 所以我才會舉例 你不管我們某個地方的歌心 在這個地方唱得很好聽 可是另外的國土 不見得它叫好聽 聽得懂嗎 所以沒有好聽不好聽 是音言給它造成的 引起給它造成的 如果大家理解了佛陀的這種華理 那我們就懂了 這個結果叫做什麼 菠蘿菠蘿蜜多成就 你不要把菠蘿菠蘿蜜多成就 當作一個果味 沒有 它在發生的音地的過程裡面 用覺察力來自覺自己 有沒有達到這樣的水平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我們請看七十月 當佛說此修行菠蘿菠蘿蜜多 諸菠蘿菠蘿摩薩勝利時 也就是說佛陀講解的 我們菠蘿菠蘿蜜多 都是我們面對六根一到六成的應用 所以我們讀了菠蘿菠蘿蜜多這個經典 我們就不能抽象的再去幻想 菠蘿菠蘿蜜多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不是 都是在六根一到六成發生的境界 以後我們就漸漸理解修行的當中 不能離開它 不能離開什麼 六根一到六成 從這邊自我檢查 如果我們都能夠六根一到六成 都能夠用正解的概念去理解它 而我們不會再去偏有邊無邊的直走 也不會偏這個逆境順境的直走 那我也了解了 所有的直走我不否定你 但是它直走的現象一定都相同的結構 我們的生命現象生老病死 我們的精神現象生諸異昧 我們大地的氣勢間沉住快空都相同 那如果這些因為這個叫做法性 那我們不执著這個所謂生老病死 沉住快空 生諸異昧 這些會變異的法性 我們就叫做清淨心 清淨心是在這個地方訓練的 並不是說 並不是啊 像以前我們初學不理解佛法 我以為清淨心是 釋迦牟尼佛奧彌陀佛要送給我的 以前啊 在初學的外返會心外求法 那時候真的我都是心外求法 因為我想說 要精進一定有成就的 可是那時候都 對於成就兩個字都是有所得 都是有所得 只要你努力 你一定可以成就 早期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現在慢慢提升了解法律 原來所有的成就 都是在六根一道六層 自我檢查發生的 你有沒有清淨心跟不清淨心 如果慢慢檢查以後 我們累積了就變成了三摩地的定律 以後你經過了聽經文法 然後經過五年十年 然後栽培你自己 那我們的那個定律產生以後 定律產生 為什麼會定律產生 因為你不著向的那種 心態已經建立成功了 所以以後你在盤作的時候 你沒有妄念雜念 干擾你 那現在我們會有妄念雜念 干擾你 並不是你業有多重 是因為我們沒有透過天經文法 去瞭解那個妄念妄想結構性的執著 是從哪裡發生造成的 所以我們一般都講說 菩薩慰陰眾生慰果 其實我有時候會跟他改一下 並不是菩薩慰陰 是菩薩了陰 了就瞭解的了 要了陰 不是魏陰 菩薩不是叫魏陰 可是因為我們中國傳統 他的成語就是這樣的教育 我下一代 但是我們是一個覺察者 可以跟他改變他的文字的用詞的形容 所以是菩薩了陰眾生慰果 是這樣子的 然後因為我讀了波羅波羅法會 我慢慢越來越清楚 菩薩並不是說 成就者叫菩薩 是我們了解波羅波密多行者 在這樣的努力過程當中 我們都叫做菩薩的稱呼 菩薩的稱呼 所以我們有分因地菩薩的稱呼 跟果味菩薩的稱呼 那我們都是為了要成本正解的 我們都是因爲的稱呼 我們也可以叫菩薩 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這個 知道波羅波密多 原來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境界的 神通境界 他只是在教育你 要達到波羅波羅密多 乃至要達到阿納多羅三妙三菩提的成就 你不能離開六根一道六層 當下自我檢查 你有沒有有的執著跟五的執著 那我們常常講 我們反乎五的執著很少 因為要墮入空間的人 比例上不多 我們大部分都找有 找逆境的有順境的有 所以你回想看看 以前我們沒有讀這個波羅法會的說 我們從世俗地的成長的過程 你看父母親跟我們讚嘆 我們這個小孩子就高興 父母親跟我們罵我們就不高興 你看我們都是不是生活在對立邊 那我們也會跟我們兄弟姊妹計較 爸爸媽媽喜歡他不喜歡我 喜歡老二不喜歡老大 喜歡老大不喜歡老二 以前我們不了解的時候 我們都活在對立邊的計較心 比較心當中 那我們今天學佛的時候就是 要把這個比較心計較心的 這些如夢幻泡影的這個因緣相 我們對他的執著越來越淡薄 這樣子慢慢的執著淡薄的時候 你不需要用什麼方法去趕你的妄念妄想 有一天你在禪坐 念佛持坐的時候送經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個妄念妄想 不會再找你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修行者 已經不會再主動只有的習氣產生 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修學波羅波密多 你一定要體認他 他在哪裡做成功 六根一道六成要做成功 你的波羅波羅密多就成功了 所以才會跟你講 眼中不見不可預設 乃至啊 意中不取不可預法 喜歡不喜歡 可預不可預 我都不再去主動去執取 你可以植多久 也就是說我們以世俗地比 比較白話說 你心情好跟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維持多久 都沒有辦法維持很久啊 聽得懂啊 因為一個陰眼變了 你就變掉了 所以你是不是每天都生長在 生住異昧 生老病死 沉住壞空的演變當中 那佛陀就是教育我們這個 讓你這個變異的當中 你不要再去找有 因為沒有一次找有會成功的 你可以找你喜歡的境界 可以找多久 好多年輕人說他很喜歡 聽某一個歌星所燙的歌曲 很好聽 那如果我們來跟他考試 好你說好聽喔 我讓你聯繫把這個歌聽二十遍 你看好聽不好聽 二十遍以後 拜託不要再聽了好不好 你要關機了 你聽不下去了 所以好聽不好聽是誰造成的 陰影法給他造成的 沒有哪一個人給他造成的 不是屬於你 也不屬於唱歌的人 也不是你 所以任何一件事情 你如果透過天經文教以後 然後破解你的直友邊的切點 那把切點直友邊的比例慢慢降低 以後你就入三摩地 三摩地不是練腿弓練出來的 不是不是外表練那個腿弓 我們三摩地像諸位坐著一樣有三摩地 不是盤腿雙盤的人才有三摩地 或者單盤的人才有三摩地 行住坐臥以莫動盡體安然 誰講的 六祖 禪宗講的 請問有沒有說坐在那邊都從來不動的 沒有啊 他說體安然在哪裡做到 行住坐臥以莫動盡做到 叫體安然 不是固定的姿勢 你才做到體安然 我在講話的時候我就要體安然 我眼睛看色塵我就要體安然 我耳朵聽聲音就要體安然 這樣懂嗎 這個才叫做聖身波羅波羅蜜多的圓滿 好 當佛說此修行波羅波羅蜜多 諸菩薩摩薩佛聖歷史 就是說前面那種波羅波羅蜜多 我從六根一到六成我做成功了 所以叫佛聖歷史 眾中有三百必處幾種奏曲 所以我們等一下大家也會幾種奏曲 為什麼下課了 對對對 那奉王有波羅蜜多智慧要下課了 所以以所著依詞 用奉供養佛頭 揭發無上正等階級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跟你 你釋迦牟的火一樣 都要發無上的正等劫心 所以劫就是在一切處 自己解察自己 耳時呢 世尊即便微笑 從面門出種種色光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越用功越修得好 所以你們不要被這個文字所影響 以為說佛獎金收完以後 那個臉都光從那個毛細孔噴出來 佛是可以噴出來 但是延起不同的地方 他不能再人道隨便亂噴 聽得懂嗎 你不能說佛你現在獎金 那你毛細孔給我噴光出來 噴下來大家會更著象 所以佛佛不能害我們 要噴光要去哪裡 延起不同的地方 譬如說在色界天 無色界天的時候 他才可以噴光 因為他們已經都有光了 你看光陰天 全身都光 你在那邊噴光給他看 他們也不覺得有什麼吸取 我們那個二殘天的光陰天 他們全身都是放光 所以根本不要達到佛的境界 他們身體就有光 所以叫光陰天的眾生 所以這位你要知道說 延起的不同 所以所造作的延起就會改變 不是一定要這樣或者不 不要這樣子 好 所以呢 以所著以子用奉佛 然後呢 皆發無上盡等聖等結心 尊者阿蘭從坐而起 遍戶走遷又去沼地 何掌恭敬而白佛言 世尊何因何言 限此為孝 佛陀在跟這些佛喀摩薩講經說法 波羅波羅蜜多的時候 跟這些大弟子講這個 然後呢 為什麼 佛陀你會為孝呢 大勝善孝必有姻緣 就是說佛陀會孝 一定會有姻緣的 然後呢 請垂啊 今敏為宴為收 你啊 能夠靈命我啊 你啊 能不能說清楚一下 好 佛告阿蘭 自從坐起三百壁處 因為 這個法會說的波羅蜜多一段時間 有三百位的壁處他們受益了 所以他們會起咒來鼎禮 鼎禮就是為了感謝的意思 從此以後啊 六十一節 心以節中 你看喔 同時喔 這三百壁 為壁處就是比丘 在 將來的經過六十一節 心以節中啊 然後呢 當呢 得作佛接統以後 大家都可以稱為同樣是一個聖號 叫做什麼聖號呢 為大床相如來 應正等節 民行啊 圓滿 我們翻譯叫民行主 這是民行圓滿 善事啊 世間節啊 無上丈夫啊 條欲事 天人師佛博缺返 使諸壁處啊 舍此生疑啊 當生東方不動佛果 也就是說 這位三百比丘啊 如果在這一世啊 聽釋迦牟尼友講 神功修菩薩行 佛有六萬天子 聞佛所說 前面有三百位比丘嘛 現在有六萬天子啊 聞佛所說 皆發無上正等節心 然後世尊啊 既彼當矣啊 彌勒如來法中啊 盡興出家專修喚行 然後彌勒如來呢 為其受祭 當得無上正等補體 而時持穩一切眾慧 以佛神力得見十方 各遷佛土及諸世尊 這是在當時佛土在講經 講波羅波羅密多法會的當下 佛呢 也要幫助大家起無上的信心 所以說 以佛神力得見十方 各遷佛土及諸世尊 並比諸會啊 比諸佛土清淨莊園為妙 蘇特 當已而時此堪忍 藉嚴盡之相 守不能及 當然他們的莊嚴 對我們這個堪忍 就我們說博世界 來互相比較那個莊嚴相 當然我們比較差一點 好 十此眾慧 一萬有情各花願矣 那這些有情的眾生 還沒有見法悟道的眾生 以我所修諸純敬業 就是身口一善業 純敬業 當願往生 比比佛土 也就是說每個人的願力不同 所以他們在這一生 走了以後他們到他方國土 每個人的願望不同 所以比比佛土 而是世尊知其心願 其父為孝 因為佛土也知道 每一個每一個眾生 當下的這個聽眾 他們聽盡文法以後 他們內心的那個清淨心的起心動念 命門又出種種色光 尊者阿難 乎從做其 恭敬問佛 微笑英言 那佛土一放光 阿難又繼續問 你這次為什麼還要放光 幹嘛 佛告阿難 如今見此萬有情佛 你看到那麼多的有情 旺就是很多數量的有情眾生 阿難白眼為然已見 佛眼阿難 此萬有情阿 從此受盡 這些有情阿 當他在這一生受命盡以後 隨筆艷麗 以萬佛土各得往生 像我們聽了剝落法會以後 我們就會開始調整我們的心態 開始把我自己的缺點的 只有的有阿 慢慢給他減少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只有的 直走慢慢減少 你就是為了要接近聖聖菠蘿菠蘿蜜多 我才要把這個直走減輕 因為直走減輕 我們才有機會 接近聖聖菠蘿菠蘿蜜多的境界 乃至無上正等補提 在所深處常不離佛 供養恭敬尊重讚嘆 修喜六種菠蘿蜜多 得圓滿以阿 據實成佛 就是我們可以同步 成等正結 接同一號 然後為莊圓往如來 印正等結 迷行圓滿 善是世間結 無上是條意 是天人師 薄且返 下面我們來讀第二分無等等品 而是尊者設立子 尊者大目連 尊者善獻 尊者大隱光 大隱光我們都叫佳瑟尊者 佳瑟叫大隱光 尊者滿辭子 如是等眾望所示諸大比丘 也就是這幾位大弟子 都是大眾裡面最熟悉的大比丘 有設立子乃至滿辭子 然後 諸大必處必處女 菩薩摩薩 烏陀壽家 烏陀釋迦 就是優伯社優伯矣 優伯社 皆從座己合掌恭敬 聚拜佛遠世尊 大波羅蜜多 是菩薩摩薩波羅蜜多 廣波羅蜜多 是菩薩摩薩波羅蜜多 第一波羅蜜多 是菩薩摩薩波羅蜜多 尊波羅蜜多 是菩薩摩薩波羅蜜多 聖波羅蜜多 是菩薩摩薩波羅蜜多 也就是說我們下面 都有很多名相來讚嘆菠蘿波羅蜜多 前面那些字的不同都是為了讚嘆他 你也可以用聖 也可以用廟 也可以用廣 也可以用大 來讚嘆菠蘿波羅蜜多的意思 所以就有不同的名相出來 所以上菠蘿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菠蘿波羅蜜多 廟菠蘿密多是菩薩摩薩 菠蘿波羅蜜多 高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菠蘿波羅蜜多 極菠蘿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菠蘿波羅蜜多 無上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菠蘿波羅蜜多 無上上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菠蘿波羅蜜多 無等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菠蘿波羅蜜多 無等等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菠蘿波羅蜜多 如虚空波罗波罗蜜多是菩萨谋杀波罗波罗蜜多 无大对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分别心 无大对波罗蜜多是菩萨谋杀波罗波罗蜜多 自相空波罗蜜多是菩萨谋杀波罗波罗蜜多 共相空波罗蜜多是菩萨谋杀波罗波罗蜜多 一切法空波罗蜜多是菩萨谋杀波罗波罗蜜多 不可得空啊 波罗密多是菩萨摩萨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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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波羅波羅蜜多 射魔祂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波羅波羅蜜多 坦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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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我們來講是射魔祂 坦摩他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波羅波羅蜜多 開發一切功德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波羅波羅蜜多 成就一切功德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波羅蜜多 不可屈服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波羅波羅蜜多 能破一切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薩 波羅波羅蜜多 解釋的前面那些的波羅蜜多 他下面就會慢慢來解釋 是尊修行波羅波羅蜜多 諸菩薩摩薩 最尊最盛 具大勢力 能行無等 無等等師 能滿無等等師 能具無等等布施波羅蜜多 能得無等等自體 所謂無邊向好莊嚴 無邊向好妙莊嚴身 能正無等等法 所謂無上正等菩提 當我們得到聖聖波羅蜜多 不管是哪一個角度 你都可以隨意讚嘆他 所以我們剛才讀的 為什麼有大尊無上無等等自相公 你都可以 那波羅蜜多如果得到 其實這些名向的讚嘆 可以改變字眼 但是他裡面的功夫都是一樣的 這樣聽到都一樣的 因為每一個國土的那個語言的表達不同 語言表達不同 所以讚嘆的語言 也會隨著因緣法而改變 因緣法改變的 世尊修行波羅蜜多 菩薩摩薩最尊最盛 你看他說修行那個波羅蜜多 在菩薩摩薩來做 他是最尊最盛的 他具大勢力 能行無等等師 也就是說我能夠做布施的話 就不再有什麼比較了 我隨眼隨力 這無等等 我也不會比較說 我做的布施可能功德比別人更大 不會有這種念頭起來 因為無等等 然後呢 能滿無等等師 能聚無等等布施波羅蜜多 能得無等等自體 所謂無邊向好 這個時候我們會用功 你的身體狀況就會 越來越向好莊嚴 向好莊嚴 為什麼 因為你的直友的 直友邊的那個直走 越來越輕 所以你們想要學佛 人家在你的身上看到某某人 你夜修 夜布大一樣 只有一個 結果的因你做到了 什麼因 不執取 不計較 如果我們執取計較 晚上很難睡覺 反過來 晚上很難睡覺一定有心事 那個心事叫什麼 直取的心事 不想他 重復想 所以記住喔 假如你一件事情一直重復想 只是他在告訴你 你對那件事情很掛岸 所以你印象的那個起心動念念頭都不請自來 你就會一直去追他有所得 有所取 所以記住一下 也就是說當你一件事反覆 你就坐下來 我怎麼對於那件事的直取 那個無名那麼嚴重 不知道原因嘛 我就會一直直取 那個就是我們的無名 然後我們呢 用這個波羅波密多的那個 聽盡文法的法義來化解你對他的執著 是尊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諸菩薩謀 最尊最順其大勢力 能持無等等戒 前面講布施 你看喔 現在又回復到六度 前面我們講無等等施 現在是無等等戒 然後能滿無等等戒 能聚無等等境戒 波羅密多 能得無等等字體 所謂無邊向好莊嚴生 能正無等等法 所謂無上正等不敵 所以我們會用功 我們的氣色會越來越好 然後呢 身體也越來越健康 為什麼 因為你直取的那個有邊越來越減少 你就不會有掛礙的事情很多 所以你看 我們世俗地的解釋來講 你看掛礙很多的人 你看他的臨孔 都是眉頭皺皺的 因為沒辦法 心沒有辦法放下他的執著點 好 那我們如果執著慢慢減輕的時候 那也會顯現我們的那個外表 就是你的六根也會顯現出來 他的自由自在 好 世尊 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諸菩薩摩薩最尊最盛 既大勢力 能修無等等人 現在講安忍波羅密多 就是菩薩摩薩遇到任何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不會去 主動去攀岩執著 所以能滿無等等人 能聚無等等安忍波羅密多 所謂無等等智體 所謂無邊向好妙莊延伸 能正無等等法 所謂無上正等補敵 下面講精進 就是說 世尊修行波羅密多 諸菩薩摩薩最尊最盛 修大勢力 能發無等等請 也就是說 當我精進用功的時候 我不會再去太 對自己計較 也跟別人計較 或者跟別人比賽 也不會 也不會跟自己比賽 因為無等等 能滿無等等請 能聚無等等精進 波羅密多 能得無等等智體 所謂無邊向好妙莊延伸 能正無等等法 所謂無人 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修行波羅波羅密多菩薩 諸菩薩摩薩最尊最盛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讚揚你最尊最盛 俱大勢力 因為你在你的身上 看到你的執著越來越淡薄 不會去在意他 發生就發生了 然後不會在直有邊 或者直無邊 所以俱大勢力 能起無等等定 能滿無等等定 並能具無等等俱律 波羅密多 能得無等等智體 所謂無邊向好妙莊延伸 能正無等等法 所謂無上正等菩提 世尊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因為不止有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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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比較沒有恐懼感 沒有部位感 好 所以能喜也無等等會 能滿無等等會 能具無等等波羅波羅密多 能得無等等智體 所謂無邊向好妙莊延伸 能正無等等法 所謂無上正等菩提 以以種種種殊聖功德 隨其所謂 一復如是 世尊 世尊 以有修行波羅波密多 能修 能住 能滿 能聚 聖功德故 得無等等色 得無等等受想行事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是在讚嘆世尊 因為世尊已經把波羅波密多修圓滿 我們是因地的修行者 還在努力當中 所以世尊 由世尊的這個角色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果位來看 他們能夠得到世尊的果位 也是一樣 沒有離開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才說 世尊依由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能修 能住 能滿 能聚聖功德 得無等等色 得無等等受想行事 正無等等菩提 轉無等等法輪 不管時間過去未來現在 諸佛一復如是 也就是說諸位你想要整整整節 我們波羅波密多這一條路 早晚都要走 早晚都要走 跟善跟好跟不好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本來就要走 好 當你要走的時候 所以他這裡跟你講 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一復如是 都是這樣子操作 世故世尊 若菩薩摩摩薩遇得一切法究竟 彼岸者 當時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諸佛要常常記住 你今天要講要成等正節 要達到這個無上正等補底 你波羅波羅密多 不管在善伯世界去用功 或者你轉移到他方國土投胎 你要成等正節 你這個波羅波羅密多這一條路都要走 也就是說有一天 你到西方極熱世界九品往生的其中一品 你在那邊也要做什麼 因為你想要成等正節 你還要是 一樣要做波羅波羅密多的課程 你才有辦法成等正節 好 當時波羅波羅密多 世尊修行波羅波羅密多 諸菩摩薩摩薩一切 世間天人歐蘇羅等 皆因供養恭敬尊重贈 也就是說 有人在做這個聖聖波羅波密多 我們都要去隨喜恭的恭敬讚嘆 耳時佛告諸大弟子及菩薩摩薩等言 如是如是如彼所說 切實要想要成等正節 我們修行波羅波密多 這一條路 行入作後生口一三夜的當作當下都不能離開 所以我們現在聽經波羅波密多這個法要 其實我們就要去實踐了 實踐了 我們實踐波羅波密多 大家一定要跳出框框喔 波羅波密多並不是跟 跟氣好跟氣不好有關係 沒有 只是說你的陰眼遇到了 我們就要去實踐 是這樣子的 是延期 好 我們就要去做波羅波密多的課程 那波羅波密多課程是另外 有什麼課程嗎 沒有 都不能離開 五印 十二路 十八界 六大 你就不能離開你的六根 沒有辦法離開你的六根 所以波羅波密多它並不是 我們一般世間所講的 倒有一個功法教你 它不是 它只是一個觀念 正念正知的觀念 你得到以後 你當下就跟波羅波密多 相等平觀的一起成長 它不是一個功法的操作 聽得懂 所以我們了解波羅波密多 它騙一切處 你如果了解以後 你就知道 當你在練某一個聖號的時候 那個聖號就是 波羅波濃密多的代號 當你在練菩薩摩薩的 觀星菩薩的聖號 那個聖號就是 波羅波濃密多的代號 它裡面就叫波羅波密多 可是因為我們反乎 因為沒有聽經無法 聽人家解說我們哪 聖號歸聖號 好像跟波羅波密多 都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沒有人跟我們解釋 聽得懂嗎 因為想要成等正解的 任何一個菩薩摩薩的 那個聖號能夠成就 它必須經過這個觀看 必須要經歷波羅波密多的成就 所以成就佛號的人 他們一定通達聖身 波羅波波濃密多的法義 他才可以有菩薩摩薩的這個法號出來 好 而是佛告諸大弟子 及菩薩摩薩如是如是如如所所 所修行波羅波羅密多諸菩薩摩薩 一切世間天能歐須羅等 皆因恭敬恭仰尊重讚嘆何以故 由此菩薩摩薩故 世間便有人天出現 所謂差地利大主 波羅門大主長者大主 這個稱呼都是應用印度 當時的文化風水 所以有差地利大主 波羅門大主 長者大主 基士大主 轉人王 轉人聖王 世大王仲天 乃至他化至在天 還仲天乃至涉舊淨天 空無邊觸天 乃至揮揮揮揮揮揮天 出現世間 由此菩薩摩薩故 世間便有一流一來 不凡歐羅漢 獨解菩薩諸佛出現 由此菩薩摩薩故 世間便有種種之聲樂趣出現 所謂飲食衣服 握具 房色 燈明 魔尼 珍珠 琉璃 碧玉 珊瑚 金銀等寶出現世間 以要言之 一切世間人樂 天樂 即出世樂 不管世間的人道的快樂 或者天道的快樂 或者出世間的快樂 無不皆有如是菩薩摩薩有 為什麼 因為菩薩摩薩 想要整整正結 就要放下身段 去所有的等級的國土度化眾生 所以你們要知道 你們現在你們以為說我在度化你 其實不是 是你們在度化我 為什麼 因為你們都不知道你們是菩薩摩薩的化身 你們不知道的 所以很多 為什麼我們要做如此想 因為講課的人他也不能起教慢心 聽課的人也不能起教慢心 聽得懂 好 所以則何 此菩薩摩薩 至布施以教他布施 至職罪以教他職罪 至安忍以教他安忍 自己把六度圓滿 也要有因緣教導別人 至精進以教他精進 至修訂以教他修訂 至習慧以教他習慧 事故由此修行 波羅波羅密多菩薩摩薩 一切友情皆獲如是利益安樂 因為得到利益安樂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互相比較 因為沒有互相比較 所以我們不會起貪力蓋 稱謂蓋 魚吃蓋 我們不會起這個的 第二分 蛇根象品第五 而十四尊現蛇根象 量等三千大千世界 也就是說他的面積能夠 騙三千世界 其實這個是形容詞 如果以法律來講是說 成等正結他在三千大千世界 獎金收法 三千大千世界的眾生 都可以接受 所以用這樣的形容詞 並不是說我們 佛陀你蛇根可以騙滿三千大千世界 不過你現在表演給我看看 不是表演給你看看 你不要誤會了 這是在說讚嘆佛陀 因為我們獎金收法要靠蛇根 我用蛇根的那個獎金收法 可以量等三千大千世界 好 從此蛇象復出無數種種色光 騙照蛇方琴茄沙等諸佛世界 而時東方琴茄沙等諸佛途中 諸佛途中依依各有無量無數菩薩摩沙 見此大光心懷以為 因為我們沙伯世界 有時候要講金收法 然後放光讓人家好奇一下 然後這他方國土的人 就會問他方國土的東方佛 或者他方佛 或者北方佛西方佛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個光好像跟其他的光不大一樣 其實就需要找這個機會 讓你們一切眾生來問法意 所以才說 一一各有無量無數菩薩摩沙 見此大光心懷猶豫 就是讓你產生疑惑 各個往逸自戒佛守 各個都回到他 十方國土的他們佛土的地方 來問他們當地的佛 當地的佛 然後其手恭敬白眼 世尊 世尊 世誰為利 富以何元 由此大光造諸國土 我們看到這個光好像不是 你本地的這個佛的光放的 他方國土放 怎麼會有這種光放到我們這裡來 不是距離很遙遠嗎 十比比佛各個抱 十方佛都同時抱回答 他說 以此西方有佛世界名也堪忍 所以記住這一句話 請問我們 收伯跟極樂世界是不是同一個方位 我們都叫西方 聽得懂嗎 我叫點醒主位 我們看聽懂就要懂 可是我們既然已經住在西方 我們為什麼還要去西方 主位想一下 主位要動腦筋想一下 你看喔 以此西方有佛 你看 你看我們說不是西方 極樂世界的化身的代號而已 一樣 所以 以此西方有佛世界名也堪忍 佛號釋迦摩尼 如來因正等節民行圓滿 善是世間解無上丈夫 為調義士 然後天人師佛博且管 今位菩薩摩薩先說波羅波羅密度 所以我們今天講波羅波密度 我應該打電話給釋迦摩尼佛 極樂世界阿密度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基金會這裡放光 你要打電話 號碼幾號 你告訴我一下 你們在做的告訴我一下 好 今位菩薩摩薩因為先說波羅波羅密度 現舌根相亮等三千大千世界 從筆舌相互出無數種種色光 然後呢 片照十方錦結沙等諸佛世界 今所見光即是筆佛舌相所見 十筆筆戒無量無數菩薩摩薩文士士矣 每一個戒每一個戒就是十方戒 然後呢 歡喜永樂 嘆未成有 然後各百佛言 十方各百他名的佛言回哪 我等一往勘忍世界 我們也希望到勘忍世界來 觀禮共養釋迦摩禮 如來應正等結集諸菩薩摩薩狀 並聽波羅波羅密度 唯願世尊哀未聽許 入住 馬佛法 Git 走 走 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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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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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答案 感谢观看 很多很多 然后我们 感谢观看 所以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的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因为 因为你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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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住 所以所以 感谢观看 神明明看 感谢观看 以宿明明看 善現已經是現在碩士博士的老師 所以佛陀應習你應該跟碩士博士老師上課 我用這樣屁語你大家都理解了 所以教界教授諸菩薩摩薩 令以波羅波羅密多皆得成半 讓他們在波羅波羅密多這個法位能夠成就 諸菩薩摩薩眾及大聲聞然後諸天人等顯坐試念 大家都一樣跟釋迦牟女佛 因為釋迦牟開口了 善現你應該跟菩薩摩薩 然後這些旁邊的聲聞眾及諸天人顯坐試念 尊者善現為智變才 當為菩薩摩薩眾先說波羅波密多相應之法 教界教授諸菩薩摩薩 令以波羅波羅密多皆得成半 為當成佛為神之力 你看佛陀鼓勵善現來跟菩薩摩薩 講波羅法會的這個法門 結果好多人都在懷疑 聽得懂嗎 這個善現如果跟這個菩薩摩薩 是冥冥之中有佛在加持他 他才會講呢 還是他自己會講 這樣聽得懂嗎 你看旁邊的這個天人都疑惑 我不知道我在講波羅波羅密多 你們有沒有什麼疑惑 現在可以說 現在可以說 你們要幫助我成就嗎 好 尊者善現 知啊 諸菩薩摩薩眾 極大聲吻 諸天人等心之手煉 當然善現之道啊 你在啟信東我都已經了知了 然後呢 這個善現也不打草驚蛇 我們知道我們都不能打草驚蛇喔 所以也就是說你對我恭敬不恭敬 我們修行者是不打草驚蛇的 然後呢 等心之手煉 辯告尊者是栗子言 然後他一個是 叫做什麼 智慧第一 一個叫做什麼 解空第一 這個是我們漢傳 對他們這兩位成就者的那個 那個恭維 一個叫智慧第一 一個叫解空第一 他們兩個師兄弟在對打喔 所以善現啊 然後就告這個 尊者設立子言 諸佛弟子還有首說 你看喔 都謙虛 所以你們絕對不要問說 說你怎麼會講 剝落剝落法會的經文 我說不是我會講 告訴諸位答案是 一切皆成佛威神利固 聽得懂 那你們現在會聽得懂喔 也是這個答案 你們絕對不能說喔 我來聽波洛波洛東 我現在都會了喔 你們換了一個缺點 傲慢 焦慢 你們要知道 答案一樣這個答案 一切皆成佛威神利固 要記住這一句話 何以固呢 設立子 如來為他先說法要 以諸法性常不相為 佛陀講經說法 跟諸法的法性不能違背 那我們已經跟大家講 什麼叫諸法的法性 生老便死 沉住壞空 生住壞昧 是諸法的法性 沒有人有辦法改變 如果可以改變 應該釋迦牟尼佛現在才有活著才對 可是佛 釋迦牟尼佛也接受這個延期法 老的時候 該拿一拐杖 就拿一拐杖 該 腰痠背痛 就腰痠背痛 佛陀在70歲以後 已經是腰痠背痛的修行人 只是你們不知道 你們以為說佛陀 那個80歲那個32項還在 不在了 已經腦化了 退化了 聽得懂 一樣的 所以 因為它是延期法 你來這個 在這個地球的延期法就是法爾如是 這個叫做法爾如是 你要接受 所以諸位記住喔 何以故設立子 如來為他先說法要 以諸法性常不相為 因為法性 本來在生命現象會生老病死 在精神現象會生諸異昧 在物質現象會沉住壞空 物質現象就是我們的三河大地 他一定會沉住壞空 這個你不能違背 這個就是叫法性 然後諸佛弟子依所說完 那弟子呢 也是一樣依這樣的來講經說法 不能自己創造 然後呢 精神修學正法實性 因為你就是精神接受佛陀的教育 你正法實性 因為法就是這樣子法爾如是 由是為他 有所先說 皆以法性能不相為 所以要記住喔 我們講經說法不能跟 那生諸異昧 沉住壞空 這些相違背 聽得懂不能相違背 如果你跟他相違背 你就不了解佛法的真實意的 好 故佛所言如燈闖哨 所以佛講經說法就像燈 一燈一燈一直傳下去 那傳什麼 然後 主要接受生老病死 要接受沉住壞空 要接受生諸欲昧 這些變異的法性 所以你知道佛陀成等政節 為什麼會先講無常兩個字 因為沒有一個 有一個一件事情 永遠是不變的 一定會變 常 常是我們凡乎 是希望他永遠這樣子 叫常 可是佛陀前面加一個五 五是什麼 不確定的因素的延期很多 所以他的改變 是剎那之間在改變 你雖然計畫很周詳 但是到了現場以後 什麼都會變 你要接受變 再接受變得 變了你就不要再去 起心動了 我們剛才前一個小時 不是開會說好了 怎麼到了現場就變了 主委這個要拿掉 一定會變 不變就不叫做法 聽得懂嗎 所以你不能再產生有件常見 聽得懂 我們不是講好 應該就是要照講好的自己實踐 主委你對你自己歸納成佛 你每天起心動你變多少次 你變多少次 以前你自己想 以前我在讀高中的時候 下個月要夜考 我前三天要準備 這個夜考前三天 考兩天 那我在考試的前幾天 前幾天要讀什麼書 讀什麼書 主委有沒有曾經這樣規劃過 請問有沒有變過 都在變 所以我聽到佛法講這個五場變異 我後來都很坦然接受 因為我們都曾經回想看看 都在變 你不得不在變的當中接受 可是你可以計畫 但是主委記住喔 計畫當中你要接受變 因為延期會讓你改變 不是你想要改變 聽得懂嗎 一定要變 如果你在變中 無常的變異當中 接納訓練六度 這六度都在變中裡面成長 你的不思度 境界度 安忍度 那你就沒有誇哀了 就無誇哀故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你才可以做到什麼 四個字給你 就近內盤 四個字送給主 聽得懂嗎 什麼叫就近內盤 好好的過日子吧 不要再胡思亂想 這個叫內盤的境界 不是死掉那一天現在叫內盤 死掉那一天在內盤已經來不及了 聽得懂 你會恐懼不安 所以把這些法理弄懂 那個善現跟設立子 他回答的用意的意思說 我今天講的話 就像佛陀一樣登登傳照 不是我善現花明的 所以我沒有什麼資格 跟菩薩摩薩講清說法 是因為我登登傳照 所以設立子 我當成佛威神加倍 你看善現就這麼說 所以我們在講課 除非你們在聽課 我們唯一感恩的就是 十方諸我威神加批我們 不是我有什麼多少能力 裡面有什麼多少聽課的能耐 不是這回事 所以為諸菩薩摩薩先說 菩羅波濃密多相應之法 教界教授諸菩薩摩薩 另以菩羅波濃密多法皆得成敗 非至變才 你看善現跟設立子講 這個不是我的變才 所以非至變才能為師事 能夠講說聖身菩羅波濃密多法 要給菩薩摩薩聽 何以故設立子 聖身菩羅波濃密多法 非至生文獨解禁錮 因為你看因為生文獨解的人 他們還有找那個輕微的有編 我們反乎更不能說了 更會找有編更糟糕 所以當你找有編的人 你無法了解菩羅波濃密多 所以這裡才會跟你講 善現跟設立子講這個答案 設立子 聖身菩羅波濃密多 非至生文獨解禁錮 不是 因為獨解 生文獨解他們還沒有國位 我們講生文獨解 就是他們還不是出國二國三國的人 聽得懂嗎 要記住 你要把這個名相弄清楚 不是講生文就表示說他 因為生文以世主義來講 他還是學生 那我們學生分幾種學生 幼稚園學生 國小學生 初中學生 高中學生 大學學生 碩士博士學生 都叫學生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講 不是你們還在學的學生 可以了解聖身菩羅波濃密多的 所以才會跟你講說 設立子聖身菩羅波濃密多 非諸生文獨解禁錮 不是他們的禁戒 而時尊者善現白佛遠 世尊 諸佛所說諸菩薩摩薩 此中合法名為菩薩摩薩 也就是說現在 那個佛陀本來請善現 善現就拿這個 智慧第一的設立子出來 然後兩個師兄弟就互相問答 然後我就來問 他說 而時尊者善現白佛 你就跟佛陀回答 現在反而是 學生問老師 問老師 說世尊 如佛所說 就像佛尼以前告訴我們的話 所說諸菩薩摩薩 此中合法名為菩薩摩薩 世尊 我都不見有一法可名菩薩摩薩 依多不見有一法可名菩羅波濃密多 如是惡名我依不見 你看那個我見我只放得多下 我們一般我只我見 是把我們切點拿掉 我們叫做我們的執著減輕了 可是我們連那個果味的順境的 那個我也要拿掉 所以這裡的我的對答很高 你看善現現在問他的老師 就是我們的世尊 我們的世尊說 我都不見有一法可名菩薩摩薩 意多不見有一法可名菩薩摩薩摩薩 意思是說我都不執著菩薩摩薩摩薩 你為什麼釋迦摩薩摩薩 還要叫我講菩薩摩薩摩薩 幹嘛 我都不執著有什麼叫做菩薩摩薩 你為什麼還要叫我跟菩薩摩薩講 你看喔這個學生的水平高不高 高 訪問佛陀老師 因為以前你都這樣教我 你為什麼還要叫我跟菩薩摩薩講經說法 你這樣我如果跟菩薩摩薩講經說法 佛陀你不會害怕嗎 我會起傲慢嗎 你看我的程度已經高 我可以教什麼碩士博士的層級的那個學生 那我會不會起教慢性 你看這個問答很有技巧很有藝術的 然後就跟你講喔 既然以前你都教我們 我都不見有一法可名菩薩摩薩 一都不見有一法可名菩薩摩薩 如是惡明我一不見 迎合令我為諸菩薩摩薩眾 先說波羅波濃密度相應這法 啊 所以要記住喔 我們在對應這個法喔 是佛陀要善現 對菩薩摩薩講 反過來善現是沒有講百啦 佛陀其實 善現其實可以跟佛陀講 既然被叫被號稱為菩薩摩薩 我還跟他們講波羅波濒法幹嘛 他們就懂了我還跟他講 那我跟他講是不是我今天善現有交慢性 你們才是學生我是老師 那這個就不叫波羅波濃密度喔 所以你看波羅波濃密度這部經典喔 為什麼我們寫一寫喔 我們的腦筋會被激盪 然後大家就漸漸進入無惡 你看喔這樣的回答喔 你要知道 你們當然不了解他的竅門 他們在對打的那背後的過程的因 其實他的心理學 這個就是心理學 心理學說 如是二明我一不見 迎合令我為諸菩薩摩薩眾 先說波羅波濃密度相應之法 然後還要叫我 教界教授諸菩薩摩薩呢 令以波羅波濃密度接得成敗 你怎麼還要叫我為菩薩摩薩講這個呢 他們達到菩薩摩薩 不然他們稱呼怎麼來 就是因為做到才可以交給菩薩摩薩呢 那你怎麼還要叫我跟他們說 欸 火頭你不怕我起傲慢嗎 聽得懂嗎 你看 諸位要了解 好 我們把下面的答案解釋完 佛告善現 菩薩摩薩唯有名 你看喔 答案真的很 火頭回答的真的很 我們以世俗地讚旦一下 就是漂亮兩個字 回答有夠漂亮 一個學生喔 高水準的學生問老師 你看這個老師怎麼答 我一看這個答案喔 諸位以後你們 我問你們模仿一下 你們就進步更快了 模仿一下 火告善現 菩薩摩薩唯有名喔 你看 波羅波濃密度我有名 如是二名一我有名 是一個名稱而已啦 聽得懂嗎 記住喔 善現 此之三民啊 不生不媚 為假失色 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兩間 不可得顧 好 我們先講到這裡 這個答案喔 真的太好了 你們回去把他們師徒的回答 也這個都是高段的回答 回去思維修一下 都會幫助你們的那個 我見啦 執著見會越來越減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那邊阿尼 阿尼 那邊阿尼 多點…